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往往命途坎坷 岁月催人老去 当容颜老去 曾经的一代美人 如今有人看破红尘 有人仍然追求幸福 1.刘兰希 琼瑶选出来的女主角大多以悲情为主 而刘兰希却是被称为最甜美的琼瑶女郎 双眸明媚 笑眼弯弯 不管什么时候看到她 总是充满活力 甜美可爱的样子 当年15岁的她 凭借嘹亮的歌喉和独特的气质 成功吸引了影视制作人的注意 后来的金玉元又让她一夜爆红 于是16岁的刘兰希就开始了自己的演绎之路 在演绎道路上取得一定成绩之后 刘兰希又将眼光投向了乐坛 她的一首微风细雨 火遍整个台湾 这首歌还被一代天后邓丽君翻唱 只是演绎之路如此顺遂的刘兰希 却在当红时选择了隐退 1984年 刘兰希和一个大她十岁的医生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结婚之后 她就顺势隐退娱乐圈 婚后更是显心钻研佛法 结婚后不久 刘兰希就向家人表明了 想要出家的念头 而她的丈夫竟然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她的人 后来 31岁的刘兰希如愿出家 成为了以代法师 法号道容 也许正常人难以理解 但刘兰希却表示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缘分到了 看破红尘归依佛门 也是人生的一种选择 二 珍珍 要说当年的珍珍有多火 她曾经是女神的女神 林青霞都亲口承认 她的偶像就是珍珍 在那个属于她的时代 珍珍是名副其实的台湾第一玉女 她的一颦一笑都有无数男人为之倾倒 当年珍珍的美貌真的惊为天人 她还没到16岁就凭借美貌走上了演艺道路 1966年她就拍摄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四五年 正好赶上了穷瑶巨星企 珍珍也成为了第一代穷瑶女郎 珍珍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可她的情史却无比干净 就是这样一位清纯无比的妙龄女子 遇见了大自己12岁的情场老手谢贤 珍珍的美是谢贤这种万花丛中过 片叶不沾身的情场老手 也抵抗不了的 一个是纯真少女 一个是情场老手 珍珍很快便沦陷在谢贤的浪漫情话中 没过多久 两人便步入婚姻的殿堂 但是珍珍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 俗话说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婚后没几年 刘家昌的出现 彻底扰乱了谢贤与珍珍甜蜜的生活 刘家昌十分心悦珍珍 哪怕珍珍已经嫁给了谢贤 她也不会善罢甘休 为了防止妻子被骚扰 谢贤开始干预珍珍的工作 甚至不允许她外出拍戏 原是两人的感情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就算谢贤多次祈求复合 珍珍也没有再回头 离婚后 珍珍赌气般地嫁给了刘家昌 众人都以为 刘家昌成为了一代孕女最后的归宿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婚后二十年 珍珍又与刘家昌分道扬镳 原因就是刘家昌嗜赌成性 更别说担负起做父亲的责任了 如今再次谈到谢贤 珍珍的眼里还是难掩遗憾 而珍珍也成为了谢贤这一生最难忘的女人 之前珍珍做手术住院时 谢贤也是第一时间前来探望 三 刘雪华 一代穷瑶女郎刘雪华的美 可以说是沁人心皮的 哪怕如今她已经年过六旬 那种清新淡雅的魅力 仍然是让人心生向往 当年风华绝代的刘雪华 也曾有过两段和富商的恋爱经历 可对方不是沉迷于赌树 就是对恋爱默不关心 两段感情都遭受打击之后 刘雪华终于等来了当红小生刘德凯 二人因细生情 刘雪华是穷瑶女郎 而刘德凯也是当时的当红小生 两人的结合可以说是郎才女貌 但刘雪华不知道的是 刘德凯早已有了家世 刘雪华也被动地成为了第三者 而刘德凯却表示自己会离婚 对她负责 在刘德凯的百般恳求下 刘雪华还是选择相信她 两人恋爱多年后 刘雪华怀孕了 并答应了刘德凯的求婚 在两人筹备婚礼之时 刘德凯需要前往法国拍摄《一连幽梦》 刘雪华则留在国内安心养胎 可惜好景不长 刘德凯在拍戏期间 爱上了年轻貌美的法国姑娘 得知消息的刘雪华伤心欲绝 还不幸失去了孩子 因为这次意外 刘雪华丧失了做母亲的资格 她和刘德凯的爱情也就此告终 虽然在感情的道路上 刘雪华历经挫折 但是她的演艺事业却日益风生水起 出演了多部穷瑶剧 此时的刘雪华无心在寻找爱情 但在她40岁时结识了著名编剧邓玉坤 虽然当时的邓玉坤已经50出头 还有过一段婚姻 但邓玉坤有才华又浪漫 她凭借一句诗词俘获了刘雪华的心 于是二人很快就结婚了 他们的婚后生活十分恩爱 邓玉坤更是把刘雪华宠成了公主 只是两人一直都很遗憾 没能生一个孩子 爱情的故事到这里 应该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 但是命运就像跟刘雪华开玩笑一样 2008年 邓玉坤身患重病 刘雪华卖掉香港台湾的房产 与邓玉坤定居上海 而此时的刘雪华虽然容貌不在 但不断有人找他拍戏 他依旧在为事业奋斗 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2011年 与刘雪华相伴十几年的丈夫邓玉坤 意外离世 这件事也成为刘雪华心中的伤疤 他好不容易走出了刘德凯带给他的痛苦 遇见了邓玉坤这个爱他宠他的男人 可命运到最后还是给他当头一棒 幸福就这样在指尖溜走 丈夫意外离世之后 刘雪华只能跟丈夫生前留下的两条狗为伴 原来没有孩子的他还有丈夫陪伴着 现在却只剩下他一个人 如今36岁的他已经习惯了独居生活 但是生活再痛苦也没能打倒刘雪华 他把失去丈夫的痛深埋心底 一心扑在事业上 如今的刘雪华已经年过六旬 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求 他自己也表示 如果能够遇到一个可以携手共进的人 是再好不过了 只是如今都已经到了这个年龄 考虑的也会更多 有人说 于小凡和刘雪华实在是太像了 其实当初穷瑶选角的时候 也是看中了于小凡和刘雪华的相似之处 他们同样都是温婉多情的长相 只是于小凡比刘雪华更适合眼悲情女主 因为她的眼睛更多情 眉眼更有忧愁 戏里演苦情女主的于小凡 戏外也避免不了悲苦的人生 不同于前任穷瑶女郎刘雪华 于小凡26岁才踏入演艺圈 凭借一双柔情似水的大眼睛 和楚楚动人的长相 于小凡成功入围穷瑶女郎 不过出道那么多年 于小凡似乎一直都在演人生最悲苦的角色 凡是出身卑微 身世坎坷的穷瑶女主 必定由于小凡出演 而于小凡也受到了刘雪华的影响 因为他们的长相太过相似 再加上戏路的局限性 于小凡大伙之后 事业就一直停留在了瓶颈期 不过事业不景气 于小凡却迎来了自己的爱情 他和翁家明在拍戏的时候相识 并且很快就坠入爱河 但是一旁的穷瑶 早就看透了两人的恋爱关系 之前刘雪华 林青霞这样 殷勤毁事业的前车之鉴太多了 而且于小凡与翁家明的结合 明显就是女强男弱 这样的感情都很难走到最后 可恋爱中的人不听劝 于小凡执意要和翁家明在一起 翁家明画画公子名声在外 甚至于小凡的父母出面阻止 也没能阻断了他们恋爱的念头 更让人不理解的是 翁家明娶于小凡进门 只是因为于小凡怀上了孩子 未婚先孕 迫于无奈才结了婚 婚后二人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孩子 但是家里的开支 几乎都依靠于小凡的片酬 于是于小凡生下孩子没多久 就付出拍戏 可是于小凡在外面赚钱养家 的时候丈夫却出轨了 趁着老婆不在家的日子 翁家明先是勾搭上了幼儿园老师 后来又是漂亮空姐 而出轨的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 于小凡仍然选择替翁家明遮掩 后来出轨的风波渐渐平息 于小凡又不小心被人诈骗 而原本因为出轨风波 与于小凡产生隔阂的翁家明 趁此机会与妻子重归于好 在翁家明的安慰和照顾下 于小凡才渐渐重新振作起来 幸运的是 后来警方追回了于小凡被骗的财产 经历了那么多 翁家明似乎也收起了花花肠子 开始认真拍戏 从未婚生子到被骗尽一千万 再到如今儿女双全 安享晚年 于小凡也算苦尽甘来了 虽说穷瑶剧的剧情 放在今天的确是草点满满 但是不得不说 当年的穷瑶女郎 都是一个再一个的美丽动人 岁月从不败美人 愿所有人都能被温柔以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